那过去呢 其实有很多加入我们的观众朋友 因为相对比较年轻 我也带大家了解一下 所谓的股票市场概念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股票 过去股票单位呢 大家都说是一张 但是大家知道一张有多少股吗 我们先来看到一张股票 其实是1000股 过去在台湾的股票市场当中 那我们讲的盘中的时间 就是早上开盘的9点钟 到下午的1点半 那最小的单位呢 我们是用张来计算的 那一张呢 我们刚刚讲的是1000股 但是大家可以观察到 因为从去年 也就是2020年的10月26号开始 我们的盘中零股交易呢 是正式的上路 所以如果你买卖股票的数量 小于1000股的话 这个1到999都叫做零股 那讲到了零股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 零股要怎么交易 其实意思就是说 你买进了不足一张的股票 那所以呢 如果未满1000股的交易单位 就叫做零股交易 那最近呢在盘面上 我们看到了很多人 分享自己投资心得之外 可能又把这心得集结成策 就是张坤林 昆林哥最近呢 其实最近大家都在讨论说 他的操作手吧 因为过去他曾经有创下一个蛮惊人的记录 是曾经负债600万 但你又用零股的方法把它赚回来 对的没错 这个是其实总共是有两成啊 就是说他是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零股的部分 就是说我那时候是做股票的操作嘛 那在一年不到的时间 其实就亏损了300万 哇你是买了什么 这些力竭也就很好奇 对啊 你买什么电子股吗 我当时其实应该在20年前 我当时买的是那个股票 对然后当时也做了那个融资啊 有融资都很危险啦 应该是说先赚很多钱 先赚很多钱以后就开始一直加码 你知道就不太想上班了 对那时候也在外商银行上班嘛 那就是变成说获利很高 那就是一直加码下去 但是其实当时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技术背景 对就是不停的加码 就是像中邪一样 对还没有看到燕丽姐在电视上分享 所以大家都是盲目的投资 对对对杠杆做太大了 是对没错 那所以赔了这么多 后来你怎么样把它一点一滴 发现说可以慢慢的累积 其实应该说这个过程当中 我还有学会的技术分析 是对 学会技术分析之后呢 其实我用 我是有些用期货把它带过 就是说我把那个赚的钱先补回来 那补回来之后就开始进入创业这一段 那创业的时候呢 我也是一样又先从银行再拿钱出来 再创业 那时候是300万 300万的资金开始重新创业 对那那个时候的概念是说 我先把钱还掉 我不要再借钱了 那我就重新开始 对因为毕竟从那个天堂 掉到那个地狱 那种地狱再爬上来 觉得说先归零 重新开始 所以就先举债 就创业开始 对那创业以后呢 就开始稳扎稳打开始做 那也开始做投资这一块 这个过程都做了多久 你把这个钱慢慢赚回来 总够花了多久的时间 第一段的时间 其实我用六个月就把它赚回来 那因为昆林今年4月有出了一本书 里面就是讲到一些领股投资的方法 我们先来大家看一下 基本这个领股的概念是什么 好的 其实在领股操作上面 基本上它其实上可以多操作了 就是其中第一个部分呢 是你可以进行存股 可以先进行存股的部分 在字卡这个地方其实有提到 就是说你可以先进行存股 透过存股的方式来了解 就是领股的发展 就是你的个股发展方向 那如果说你了解到一个阶段以后呢 你就可以进行所谓的价差操作 那价差操作完之后呢 你其实还可以透过领股来做套利 这等一下我们后面可以提到 就是还可以进行套利这个动作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最喜欢的 就是你还可以领取股东会的纪念品 所以这个其实投资的方式呢 是一个领股它可以带出多样性的投资 但是要按部就班的学习 这是很重要的 OK所以按部就班的学习 你在买卖的时候 也要知道一些基本的数字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其实领股买卖也是有手续费的 因为大家过去在讲这个一张一千股 那领股要怎么算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证交所公告 如果你要买卖的话 其实在这费用项目 不管是买或是卖 这个是0.1425%的手续费 那要怎么计算呢 就是你的股价 乘于你的股数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一张是一千股嘛 然后再乘于这个百分比 再乘于所谓的手续费优惠 那不要忘记哦 因为其实所有的这个交易 都还是要缴交 证券交易税是0.3% 你在卖的时候因为有获利嘛 所以要缴交证交税 那这个证交税呢大概是股价乘于股数乘以0.3% 所以我们挑选的方法 应该逻辑思维也会不同 其实在挑选各股方面 我先建议大家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在目前现况上面 我倒是会建议是可以从这个字卡来看 因为领股你可以观察 它跟整股之间的联动关系 那以现况来说 比如说如果是台股在走多头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是多头趋势 在多头趋势的时候 你会发现是领股的价格会高于整股 它会高于整股的价格 但如果股市一旦走入空头的时候 领股的价格反而会低于整股的价格 所以我会有提供一个建议的操作 在多头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去买入整股 但是可以在领股的环境里面把它卖掉 可以多赚一点价差 所以这是多头的趋势里面 可以去做的这个套利跟价差的部分 那如果在空头的时候 因为领股没有办法当天买或当天卖 也就是没有办法做当冲 所以我就会建议大家是 你如果一旦台湾的股市走入空头的时候 你可以先做存股的动作 那等到存到就是你这个领股的价格 高于整股的时候 就代表多头已经来临了 你可以考虑到就是透过定期定额 或者是定期定股的方式来做投资 那当然这两个的投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以定期定额来说的话 其实它是以比较懒人投资的方式 就像刚刚燕丽姐提到的嘛 就是时间到了他就去银行的账户扣款 对那我会建议这个部分呢 你可能采用的是你可以购买ETF 尤其对于新手来讲 你如果对于产业不是那么了解的话 那就是选择ETF或是大型的机油股会比较合适 那如果说你是要走的是像定期定股的投资方式的话 因为它是以增长你的资产为主 所以呢你可以各式各样股票都可以投资 只是你要特别留意一件事情 定期定股的投资部分 你在买的时候呢 价格不可以低于你第一次购买的价位 如果说也低于的情况下呢 就会暂停这个投资的行为 这是我会建议大家的部分 对那另外呢有一个比较特别 刚才提到就是有关于零股的交易部分 我还是会建议大家 就是还是要挑这个交易量大的 如果你交易量不够大 就可能会让你的资金是套了 这件事情反而是一件危险的 那最好还是选择 这是刚刚主持人也提到的 其实交易量越大的股票 其实一定是首选的标的物 以前十米为主 超过的部分呢 我建议就是先不要碰 因为如果你还不熟的情况之下 建议就不要成为一个挑选的对象 是那所以大家其实看到这个 如果想要不要赔钱的话 大家都要看一下 这个盘面上的焦点跟数字 还有你自己的基本原则 那当然其实我觉得买零股 当然都会有一些优缺点 我想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 好像当大公司的股东 然后又有一种稳赚不赔的概念吗 其实不然大家还是要关心一下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有正反的两面 那如果我们说买卖零股的优点好了 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听到了很多台积电 跟大力光的股东 花小钱你就可以成为股东 那另外我们稍后来分享 因为其实你买零股是部分公司 不是全部的公司 你也可以领所谓的股东纪念品 那我相信有很多实战经验的 燕丽姐跟昆琳稍后会可以来分享 那另外是你每个月存零股参与零股息 这个没有问题 就是看你是买的股数到底是多少 那当然缺点你要注意 因为手续费我们刚刚提醒大家有最低的限制 所以交易金额太低的 你可能不适合买进 因为它会占你的成本的%数有点高 那另外呢 如果你容易忘记下单时间或是买不到 所以其实讲这个存股 我觉得还是存钱的概念还是要超之在挤 不是说你就是交给别人 然后自己都忘记了 那昆琳其实这一次在很多的经验累积 也要跟大家分享 好像有很多方法 你自己会有一些偏好对不对 对我自己其实投资的部分 我其实采用的方式是定期定股的方式 定期定股 对我是采用定期定股的方式投资 看看资卡的部分 就是说定期定股的方式 其实它可以练习盘感 这个很重要练习这怎么说 这有点抽象 我怎么练习呢 因为我们先讲定期定额 定期定额反而就是我每个月 比如说投资1万块钱 我就放到某一个标的物里面去 那它就是它自然扣款 可是呢你扣款的 比如说三年后 我要是请问你说 那主持人 你这个大概存了多久 他说三年啊 但总共36万嘛 对但是你到底有多少股数 你一定都弄不清楚 我是这种的 对多数人是这样子 所以定期定额会发生一件事情 一旦如果你选错个股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生所谓的血本无归 好比说你买到了 雪红姐姐的HTC 从1000多块钱 然后一路下滑到 那个现在的这个价格 几十块钱了 所以呢定期定额的部分 它会发生一些状况 就是如果你挑选的个股 不对的时候 你的出场价位 如果不好的时候 你可能会海赔 会赔光 所以定期定额的部分 我会建议 就是大家在个股上面 一定要特别挑选 你都要GEO股或者我刚才提到ETF 可能对你来说的风险会比较小 那我个人的部分呢 我比较采用的是定期定股 特别建议大家 尤其小资组的部分 在练习股票操作的部分 透过定期定股 其实是非常好的 为什么 因为每个月你可被扣款的时候 我举例大力光好了 可能你要一个月 比如说你买三股好了 三股你可能一个月要被扣 比如说当时价格可能是3000块 你就是扣了9000 可是下个月你可能被扣了 比如说要是扣了12000 一样你都是定股买三股 你被扣12000 那是代表什么事情 你的股价涨到4000块 股价它是循序渐进在涨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去借由这样的操作行为 来了解各股的发展走势 对 那其实这个部分就有很大差别 那如果说现在大家 手上资金配置 我们看了节目这么多 也觉得说有机会入手了 其实手上有一些的资产 这个多跟少 其实也有不一样的操作方式 对其实确实是有不同的操作方式 各位可以提供看一下 我提供这个字卡部分 在现况来说 假设你是空手的 或者是你满手的投资人 其实你的规划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我会建议方式是这样子 假设你是不管不论你是空手 或是你满手都要有一个纪律跟原则 那保守的人来说的话 我建议你资金的分配的部分 是20% 50%跟30% 那如果你是一个稳健型的投资人的话 那就是30 40%跟30% 那你是很积极操作型的话 你就可以用40%跟60%为主 那为什么会这样的规划 资金的配置部分 我还是会强调现金为王 回档的时候你才去进行加码 那这个部分我可以等一下补充一下 我先把这个部分讲完 就是说有关于你空手的部分 我会建议你就是分批布局 然后呢纪律去执行它 纪律是多有纪律 因为你以前没有纪律啊 我以前完全没有 对完全没有纪律 所以现在呢我会依照的就是说 我的纪律就是假设我很保守的 我就用20 50 30的资金 下去配比 好可不可以举实际的例子让我们了解 我举例来讲说 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一涨个股的时候 我会先投入20%的资金 比如100万我会先丢20万进去测试 那让这个20万先看看 它有在技术面上有没有突破 我是以技术面的部分为主 如果有突破的部分呢 它在第一次回档后 没有跌破前波的高点 没有跌破 对不起低点的部分 对低点的部分呢 那我这个时候呢 就会开始加码剩下的50% 所以你就是50再放进去 再放进去 就变70了 就变70了 对所以我等于是在加码的过程当中 都是在回档的时候加码 在回档的时候才会加码 我不会在就是它涨的时候去追涨 回档的时候才是加码的时候 对那如果说你这样子做 你就很纪律 你资金也一样有控管到某个水位 你不会说哇我all in all in万一你赔光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怎么办 那如果一开始跌就是我投的是20% 万一跌下来 我至少身上的现金还是有70% 80%我没有负担 不会影响我的生活 这个要特别提醒大家 我是从地域爬出来的师傻 血泪屎 我是大魔王 所以我会建议真的要有资金的控管 如果你没有控管好呢 其实会影响再再影响到你的生活 那个影响层面太大 可能是不是各位可以想象的 所以纪律的执行 可以让你保有资金的弹性 现金掌握在手 你随时可以动态去调整 这都不会有问题 那如果说你现在是满手的 我们谈到如果你是满手的状况 在回档的时候呢 你就要留墙太弱 你要留墙太弱 把最强的留下来 把不好的砍掉 但是留下 为什么要把这个不好的砍掉 不外乎就是让你资金能够回流 让你的水库能够高一点 等到它正是进入所谓的反弹格局 往上走的时候你再进行加码的动作 对 但是你说留墙太弱 那你要怎么去评判它弱势的标准 看趋势 我是用技术面在看趋势 也就是说同样两档个股 如果来做比较的时候 一档强的股票 它的回档的速度不会太多 对 那如果另外一档是很弱的 这个上市公司股票的话呢 它回档的速度会让你来不及去卖它 或者是跳水大赛啦 对 那但是你还有一个方式 如果因为很多投资人是没有办法 把手上的股票砍掉 那我就会建议走入第二个 就是弱势的这个 你的股票要怎么解套 你可以透过当冲的方式来做 为什么是当冲呢 对 因为我本来做股票 我是往多头的方向走嘛 这是正常的投资人 可是如果我是趋势是往下的时候呢 我变成是要做什么事情 我要做空了 做空来降低我的投资成本均价 对 所以我就变成说 但是我要判断一件事情 每天开盘的时候是 我要先做空回补 还是做多再回补 然后把每天赚了钱 来弥补你一开始在套牢的 那个股票的价位 对 像我有这样的 我有这样的朋友 我告诉他这样的方式 他一个月就回挡了60万 是 但是我觉得前提是 因为他要投入很多的时间成本 没错 没错 对 所以可能还是要 比较有时间的人才能操作这种方式 对 一定要有时间 如果你时间真的不够的话 可能是会有困扰的 所以在核心上面 我觉得还是要这样子 就是你要懂得止血 要懂得止血才能获利 那你有问题你就要还校正回归 这是基本的投资方式 那刚才我有提到 有关于资金的这个配置部分 其实各位可以看一下 跟波浪理论这个图呢 有意思就刚好它是吻合的 也就是说在初升段的时候 这个涨幅的幅度不见得是很大的 但是主升段通常是又长又久 然后末升段呢 通常是位列在第三个部分 所以为什么资金刚才的配置 会谈到的部分是20 50 以及30的原因 所以你觉得中升段最长 所以资金可以放的最多 对的 它是最续长的 所以它是刚好是一个吻合的 但是因为每个人投资的这个逻辑性 不见得是一样的 不过就不让理论的这个方式 来验证个股的话 其实是蛮容易找到这个轨迹的 对每一家的个股 其实不外乎一样 有一个初升段 主升段跟末升段 那这个就会搭配到 你的资金的配置部分 对如果你配置得宜 基本上你要获利就不太困难 那当然我也知道说 刚刚除了可以当大公司股东的 这个虚荣之外 也有很多的投资朋友 其实是喜欢股东汇赠品的 今天昆琳带了很多 他心爱的股东汇赠品 来到现场 我们是不是讲一下说 有哪一些收藏 你觉得值得可以 给大家来分享 OK因为大家可能对股东汇赠品 最喜欢的应该是 我们常常耳熟能详的 就是中钢 爸爸妈妈一定有买 几乎每一家的爸爸妈妈都有买 每一家都有 但是很多人 对我这里要特别补充一下 很多人都以为说 你是零股的投资人 是不能领取这个股东汇赠品 其实真的不难 其实真的不是 比如说以现况来说的话 都要透过电子投票 你就一样 就算你是一百股 你也一样可以领取股东汇赠品 但也不是在像过去一样 就是我拿这个开会通知书 然后直接到现场去领 这真的是很大的差异 很多人都以为说 我只有一百股 大概五百股 因为很多年轻人 我知道他想要拿纪念品 但是他是不会去做排队 这种事情的 你要他在这个艳阳下 然后在这个南洋街这边排队 是不太可能的 什么年轻人 我这种额巴桑我都不排了 所以应该要怎么拿 对所以你要年轻人 其实最好做是透过电子投票 然后集中一个时间 一般来说 你要是领股的部分 透过电子投票 你又领取有三天的时间 你只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里面 直接跑 比如说附近的券商 一次全部领回 也就是说 我可能找一天的时间 那我可能跑四五家的券商 一次把我最近要领的 所有基地坪一次领回来 所以你不会只有跑一加零一次 对那以股东会经典品来讲 大家最常听到就是 股东会经典品之王 就应该就是中钢 这个我很爱 这个很好用 这是太晚 看起来很轻 这个非常轻 而且这个登山用 这是非常好用 我知道他们就是喜欢去煮泡面 野炊啊 这我忍不住补充 因为这个如果在外面市场价格 大概都要一千多块起跳 一千多块 煮起来 他煮起来的东西特别好吃 真的 这是因为你不要钱 这个材特别好吃吗 还是他这个材质 他是真的材质特别好 所以他才可以列为所谓 股东会纪念品之王 对他虽然不是股价之王 但是他绝对是纪念品之王 对 只有他的纪念品是会涨价的 对因为观众朋友可能不相信 我真的握起来很轻 因为最近平常都有在煮饭 相信大家也都有练习 然后里面他还有一个水位的设计 大家如果导播 你可以take一下 在这个水位设计 有这个200ml 400ml 就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那虽然说有印一个logo 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股东光荣的象征 对他已经成为品牌了 其实已经成为品牌了 那今年呢 今年其实中刚也有另外一个 就是大家都很喜欢 就是熊熊的食物式的工具 这个好年轻 这我一点不敢相信 是中刚的纪念品 对 因为过去这把我很熟悉 这把这个中刚伞 我爸妈都说很好用 因为他非常的用 他的材质这个中间 因为一般雨伞你这个大风大浪 就是假设你去外面 台风天尤其最近有发布警报 这个风一吹是 伞骨会断掉的 这个是八爪伞 中刚完全不会 完全不会 对这是很厉害的 对 那还有呢就是大家可能 有一些上市区公司 真的是非常贴心 他送的是提纸机 就是信邦 这有贴心吗 这女生可能没有想要收到 要健康嘛 人一定要健康 就要收到这样的东西 那自己要去买这个东西 就比较困难 但是用这个方式 你可能取得这个股东会竞争品 对你来说是成本是低的 对这个也是 我觉得个人觉得非常 喜欢的 对我喜欢的 我蛮喜欢的 那像你可能 你只要投资他之后呢 他每年都有发股东会竞争 他今年又送的是什么 攜带式的果汁机 对你看这样的公司 其实他很用心 他每年送给你东西 他有送过 他有送过血压机 就是希望为你的健康着想 不管你的年龄层是什么 对那像今年呢 还有这是中华开发送的 他是智慧型的 这样有没有置入啊 没关系因为太多家了 对大家只是了解一下 没有关系的 他这个是智慧型的 就是保温杯 就是你查冲下去以后 他会告诉你 现在的温度是多少啊 你可以慢慢去享用 这个保温杯 告诉你的温度的资讯 是对这是很多投资人 其实会喜欢的一些商品